哭什么哭 老子还活着呢 一天到晚哭个不停 谁在哭今天一天都不许吃饭 苏九月刚走到门前 就听到屋子里传来一声 不许吃饭 她吓了一跳 她身旁的吴熙元也被吓到了 媳妇 你爹爹好凶哦 她平时是不是不给你吃饭 没有的事 走 咱们进去吧 九夜 你怎么回来了 张氏一边说着 视线就又落在了吴熙元身上 这位是 姑爷妈 九丫 真是九丫 九丫 你咋回来了 爹 娘 这是我婆婆让带回来的 这些实在让苏大牛两口子扫得不行 女儿被他们换了口粮 谁知人家吴家确实 将他们当正经亲家走动 甚至就连回门都礼数周全 爹 娘 她叫吴熙元 就是 我 呃 九夜 她是你男人 对 我是她男人 她这一开口 苏家两口子看着吴熙元 就更加觉得不对劲 九夜 你跟我来礼物一趟 熙元 你在这里跟我爹说说话 吴熙元有些不情愿 一旁的毛毛 却凑到她身边 姐夫 你怎么这么高呀 毛毛也想长高高 毛毛是苏九月弟弟 今年四岁 排行老三 在她上头 还有一个九岁的姐姐 叫六女 一个两岁的妹妹 叫吴悦 你也太小了 我娘说了 多吃饭就能长高高 那毛毛也要多吃饭 也要长高高 我这女婿的脑子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那头苏九月 跟着她娘 坐在礼物的炕上 她娘看着九月身上的衣服 已经不是去的时候穿的那身 就问道 衣服是你婆婆给的 嗯 婆婆用大嫂的衣服给我改的 还给了快步让我自己做衣服 我还没来得及做 你婆婆倒是挺好的 苏九月对这话十分赞同 她将自己藏着的 揣了一路的钱袋子拿了出来 递给她娘 这是我婆婆让给你的 这是银子 吴家当初买女儿的时候 才给了一千大钱儿 怎的现在这么大方 怎么给这么多银子 苏九月等了片刻 也没见她娘说 要把钱还回去的话 在心中默默叹了她 她还要抱有什么幻想呢 在她娘眼里 她这个女儿是可以被省弃的 我婆婆说今年不好过 让你们拿这些银子买些沉迷 留着好过冬 张氏叹了口气 到底没将钱还给她 而是说道 你婆婆可真是个厚道的 这个冬天八成是个冷冬 当真不好过 你也别怨娘 爹娘可以饿着 你的弟弟妹妹们不行 你现在已经是无家的人了 就好好是凤婆母吧 道理都懂 可苏九月心里还是有些不舒坦 她只是问了一声 小声应道 我省的 你那男人是怎么回事 我怎么瞧着她脑子不太好使 她摔到了头 才成了现在这样子 以前她是个读书人 读书人 那她还能好吗 我也不知道 好端端的 怎么就摔成了个傻子呢 这不就是成个废人了 我家九月的命怎么这么苦 那个陈婆子也是 给人说梅怎么也不说清楚 哼 连对方家里什么情况都不问个清楚 就将我打包送了过去 现在怎的又来怪梅婆 九月打心底里 不太喜欢 有人说吴夕元是个傻子 这个世界上 吴夕元大概是对她最好的人了 她生平头一次打断了她娘的话 明 你别这么说她 夕元是个很好的人 张氏早习惯了她的逆来顺手 被她反驳也十分诧异 行吧 反正日子都是你自己过 你自己心里有数就行 别被人家一点小温小会的就蒙蔽了眼 苏九月实在有些搞不懂 她娘是怎么想的 当娘的 不劝着女儿在夫家好好过日子 反而从中挑拨 明 我出去看看 西元身边不能理人 张氏看着女儿走出去 心中有一种怪异的感觉 总觉得九月这次回来 似乎跟之前不太一样 一个傻子而已 做神这样上心 媳妇 你看 这是毛毛送我的羊骨 大姐 我手太小了 这个我抓不起来 但是姐夫玩得可好了 所以我就给她了 西元 你以前会吗 毛毛刚刚教我的 西元这么聪明的人 当初读书的时候 学位应当也是极好的 真是脏话弄人 吃过饭 九月和西元变向父母告别 踏上回家的路 你也会儿子 岁月头 我只会儿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